我们简单的看 你看说我们的生命级二十八当里头 我记得是二十八当那边说 你们这以色列百姓每次要献祭 献这个初收节的时候 带着框框放着礼物到神的会面那边 我再讲一句话说 我们的祖宗原来是一个江王的雅南人 因为你们检选下到埃及 有这句话 所以你就知道雅各在那个历代的子孙里头 就已经认定他是个雅南人 雅南人是师父在哪里 送在两个琉璃 送在两个琉璃 他是不是这个国家 他一直到巴比伦时期以后 才建立一个亚安国 他们这个民族是分布在两个琉璃的 就像我们在台湾 我们在座有没有那个 抱歉 最後会顿掉 太儿族的 我们这个不是太儿族的 你看太儿族是不是一个国家 不是 太儿族是个民族是不是对 可是那分布在哪里 从台中心的会影响 到东北区的新竹 桃园 慢慢的一直转 转到哪里 转到东北角的大同乡 又没有 连在一起 没有 一个不和一个孤独 可是他这个民族 语言文化生活都半之八十很相近 就一天点不一样 他在台里都不一样 他是个很纯粹的 可是他没有 有没有新的国家 没有 所以早期两个犹豫是这样 在乌尔也是两岸人 到哈兰巴弹两岸人 又是两岸人 到大马社又是两岸人 分布这样的地方 乌尔文化影片就记载了 当时七月减三千多年 比较两千多年了 他是定居 所以你要知道 杨伯瀚的信心在哪里 你讲了老半天 杨伯瀚是信心之物 他的信心在哪里 今天如果说 爹完在那边说 哎呀某某弟兄 你今天把你的府地卖一票 去过一个游牧民族 你要不要 把你的差场卖一票 你到那个沙漠去 骑泽落走 去过游牧民族 你要不要 不要啦 我说定居生活都会享受 房子可以盖起来 可以 你会装得很漂亮 什么美术都挂下去 音响装下去 我多享受啊 我怎么会落伍 那怎么这文明倒走呢 那神 你简讯要不然是这样 你看本地 本地 你只要本地 财烈到他一票 本足 你的亲情要中断 你今天要找职业 要找勤勤 你今天 趴好人在 那边去 你要靠人来保护你 什么都是亲情 可是那些都 切掉 再来 要离开户家 户家是什么 宗教信仰 慘烈 要买掉 亲情要切割 信仰要胆怨 所以讲华然之前 有没有人接受这个条件 没有 其实有点华然 可是后面 神人可以讲 七个应许 我要建立自民的代 我要建立国家 我要是你的应许之地 祝福你的话 咒助你也咒助他 幻主要因你来得武器 七大应许 所以创世纪十二章的 第三集 我看宗教信仰学生 你未必会 为什么 有的是 就与神学的一个 一年 七大伟大 七大伟大 来建立一个 就与一个过程 所以 创世纪十二章的第一集 就是本地 本处讲 然后 我要建立得武器 我要建立什么 军王 我要建立大国 祝福他 做演说 这七个应许 这是我们就与应许的 一本七个概念 一定要学好 然后进入一个 定许的神学 是这样的 定许的国家 定许的民族 定许的军王 定许的土地 定许的救赎 整个人在走下来 好像七个轨道那边挂下来 火车那边走下来 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只知道 既然是正开始 好 圣经里面所提到的 这个就与事件 那到底怎么走 你都不要看教语都行 我就简单讲就好 我们从西边开始讲 我们从东边开始讲 好了 东边开始讲 定般你去看所有的 圣经实际的教语 它把旧一世界的东边 都放在印度 为什么 很清楚的 因为到 这个 尼斯帖记的时候 就记载 当时他们这个国家 分成一百二十个省 对不对 这个省里头最动辨的到哪里 到印度 有没有 所以绝对到印度没有错 可是现在一个问题出来的 为什么把它往东 再引到中国的西起 你自己可以翻身经来看 以西结书37章 原来记载了 有一个名字跑出来 这是一个很争议性的问题 但是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说明之后 给大家当参考 不要说我讲的绝对是正确的 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 看以西结书的前面 以西结书 以西结书38章 第十二节说 我要去抢财为乳物 夺货为绿物 反手攻击那从前荒凉 现在有人居住之地 又攻击那住世界中间 从列国遭去得人生出财国的名 你要看钱肉文才知道 这个世界中心 他这个地方是讲说 这样的地位是什么 要把这个地方的 在于这个地方的人 砍出去 要毁灭他们 但是这个是什么 这个世界中心是什么 它其实你看钱肉文就知道 这是讲的地位 那么如果在你看外国版的话 可能有一两个版它写的最后去 Mere of the birth 是什么呢 是过于世界的肚体 世界肚体 这是把全世界 我们有东西那边的观念 今天欧洲人看我们东方是越以东 越以东 越以东 越以东有越的美好式的意思 但是你这不是我讲话 是中国 这些其他蛮以之邦 什么南越 什么朝鲜 什么北一 什么大堆的 都把它看成蛮邦一样 这是汉人的 很主观的观念 只要跟他 汉人的接种没有关系 通通是邦 你看到台湾那也是一样 哦 欢啊欢啊 就是这样讲 对吧 那预处你看这个题 当然就是他一个 蛮以之邦的观念 欧洲也是一样 看清东方的 越以东 黑暗的大陆 那怎么讲哪一种 那怎么一种 也算是藐视 但是呢 我们也知道 我们今天在看这个世界 不是用神的眼光来看 我们是用神的眼光来看 那么东西南北中间在哪里 神的中间 就是在江南北 世界的中间 好 我们这个地方呢 它也用东西南北的 否则的话 比永远的话 不是东西南北 圣经经文外经 东边最到哪里 西寝 西寝 西寝的地方 因此呢 在以赛书里头呢 有提到这个事情 东边 我们看一下 以赛书十九章 十二节 这里头呢 告诉我们寝的问题 说将来神的救恩 要从北 要从南 要从东方的起 这个问题呢 这个问题呢 就是也是值得探讨的 一个关键感 我让它起 在我们教会里面 跟一般的方面是一样的 欧洲方面 把钱大部分看成中国 美洲这边 不把钱看成中国 看成西米 就是认定呢 在红河左边 这红河左边呢 就叫西寝城 西寝城 西寝城 其实呢 雪梨 你听过雪梨吗 雪梨那边的意思是什么 西寝 就是七 很多都不晓得 为什么 因为那边那一个 一个新金山 华人去那边开荒 所以就这样 背景就是要约乃 雪梨很多汉人 很多就是中国人 它是西寝 它就是汉的意思 这是情人的意思 西寝是什么 西里尼在圣经里面有写的 不是不是 西里尼 这个不是 我现在先讲一点 这个西里尼是我们圣经写的 你看那个以赛尔圣经里面写的 这小字的地方怎么样 琴 是鞋盘是鞋盘 找我读的吗 找我读的 所以你就知道 在这么一个中国 很多中国 因为许里尼导其诗的中国读的地方 那我们先讲回来 琴 欧洲方面他们学着 都把这个琴看成中国 美洲这边把琴看成是一个 红海的旁边一个贵州城市 有这两个系 我们这次教在这两个蔡 也是真正的问题 蔡莫子市 他走的是中国的路线 蔡元西传道 他走的是西里的路线 中国市的路线 也是真正的老半天 到底他是不是中国 其实这两个难度 我个人看的话 如果是中国人的话 这个我觉得 我比较不能接受 中国人太多了 对不对 如果是讲中国的话 也不是很正确 他应该是讲西情 讲西情 他来写以赛亚书 七百多年前的时候 中国的西方 它是一个各主独立的时期 一直到西元前722年 秦朝的秦 我记得是秦木工 才统一夭寒之地 夭寒之地 夭寒之地就是 我们今天所谓的西方 陕西尼北的地方 把它统起来 建立一个西荣 统一西荣 建立一个西情 所以七百多年前 但是我们知道 这些老祖宗他从哪里来的 他从西方来的 我们已经讲过两个流域 他不能东方过去的 所以蔡明西传道的观念师 认为 思路是从中国这边打通过去的 蔡慕兹是圣经的观念师 人类从西方往东方过来的 这完全就不一样了 因此到汉朝时期 经过张迁 经过这些未经过去病 他们打通西方路线 大跃之天路 一直打过去 他目的是要打通这条思路 这已经到汉朝时期了 所以在西元前这个时期 西秦就是这样 到1551年 他统一刁寒之地之后 221年秦王阵 他才统一中国 所以这七百多年 五百多年 两百多年 经过这么一个五百多年经营 把西秦统一 好了 从西方 往东方接触 你想在当时 以徒步的观念 他第一个 进入的地方是什么地方 绝对不是中原 而是什么 陕西以西的地方 也是我们所谓的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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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城最西端的地区 所以他结果是西秦 我很讲中国 所以在我们圣经观念里面 我想 应该他最东方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西秦的地方 我这边写呢 东是中国 这个讲话还是不正确的 因为是东方的 东方到西秦的地方 中国 因为你写中国呢 就以为是中原的 就以为是北京呢 以为是这个什么 洛阳呢 这个地区 其实不对 是西秦的地方 而且这个地区呢 跟东方 所以今天你要一个观念 你从大连港 可以坐火车到伦敦 你有没有想过 大连港今天已经有火车 大连港在哪里 中国到了最东方 这是海国别边 对不对 可以坐火车到哪里 可以到伦敦 因为下雨 没有 不要怀疑 东方飞快车 从大连坐火车 东北开始走 经过哪里 西伯利亚 在经过哪里 在中国土耳其 从土耳其 经过伯斯伯斯海湘 火车就跑过去了 一跑过去了 跑到东欧了 从西伯利亚那边 在西伯利亚那个地方 一定可以停下来 换轨道 把整个火车吊上去 铁轨 小火车呢 轮子 改成大轮子 开始跑 你就在那里睡觉 你在睡觉的时候 那里更紧张 屋上 起来起来 屋上给我检查一下 要过西伯利亚的 你还在睡觉 他就跑到那边去了 等到炉子烦恼的放下来 他开始在跑 跑到后座进去 这一条路怎么走 天山南北路 跑过去 跑到土耳其去 经过西伯利亚 再进去土耳其 经过西伯利亚 然后往那边走 西班牙那边跑 跑到西班牙 跑到西班牙 花火葡萄牙 从那个 那个花火最难的地方 经过 英吉利海峡 火车就开到很人去 不得了啊 人类才是很可怕 是我们关心都要改的 不要以为这个已经不通了 前厂多厂 我不晓得 但是呢 你最少要搭一个伊朗火车 一个伊朗火车 你不要担心 那是非常愉快的享受 你在上面 有酒吧 有舞厅 有snook 撞球 可以喝饮料 泡咖啡 还可以停音乐 跳舞 什么都有 那是大型的车厢 所以呢 它轨道会坏 你要坏轨道当中 然后呢 检查你护照 所以一张回到 所以为什么欧洲要走共同路线 因为它已经很不方便了 你如果每个国家在犯护照的话 火车开不到几分钟 停下 要换护照 开不到一个小时 要换护照 因为欧洲国家太小嘛 一进到比利时呢 那么小的国家 跟台湾差不了多少 马上一个小时就过去了 那一个欧洲共同市场 你只要拿到欧洲共同市场的visa 你就可以从匈牙利这边呢 一直跑 跑到很多那边去 只有一个关卡 就是因为英国跟欧洲共同市场呢 还没有结合 壁制还没有结合 所以为什么要共同市场 我想共同这个财 那个纸钞 钱要一样方便 方便 方便在哪里 赚你们这些观光客的钱 你叫你去换钱 还要换钱算了 不要去了 对不对 你不用换钱 直接请给他 走吧 要办护照 麻烦 不要去了 不用换护照 好吧 这样花一千块就过去了 赚钱 就是赚钱 所以今天呢 我们有一个考量说 说不定一样 台币跟人民币会互通的 因为他要赚钱 台币跟日本币也会互通的 因为日本喜欢去大陆 台币跟韩国币也会互通的 将来可能亚洲有一个共同钱币也会跑出来 这是可能性的 那个火车从这边跑 从大陵港跑到哪里 跑到伦敦 你不用换车子 只有他在换轨道 换轮子而已 很可怕 所以这条路为什么 是从古代就知道的 因此我们就可以知道 我个人的看法 我个人的 比较急于说 东边不是就到印度而已 而是到西庆 这是顺便提的 那么起 出现在这个尼撒书里头 那么这里呢 有一篇文章 我现在不在我身边 有机会你们去找神学院要一下 有一篇就是 救恩在中国的一个注释 我已经忘记了 太久了 他里面介绍審查的问题 他说中国人在历史上 是一个大国 而且他拥有这么多的人口 圣经里头难道都没有提到他吗 所以提这个做一个议论 在一本杂志叫做 我刚记得 他已经有形状了 这第一个 我这边里面内容就是去看 第二个我要讲的是说 到西方 希望到哪里 希望到西班牙 讲得更正确一点 这西方西班牙的塔斯 塔斯是在什么地方 塔斯是在西班牙 这个半岛的南边的城市 出展金银铜铁的一个地方 那么早期的交通 都是以贸易为主 菲尼基人他们坐船 就是搞贸易 因此在圣经里头呢 提到最西方的地方就是地区 有两个经济跟你们当参考 第一个是我们最可爱的 约纳先知 有没有 约纳先知 神捷群他的时候 他叫你往东走 他可以往西跑 叫你当鸽子里面 可以跑到海里头去当鱼 就被鱼吞下去了 参与其只是写一本书呢 有些人看不懂鸽子跟大鱼 有没有 他说这本书是什么书啊 这本书是约纳书的注解 文字的一个一个 申请的一个一个发表 为什么讲鸽子 因为约纳他在他的 这个字的誓言里头 在西方文字的里头呢 它是一个鸽子的意思 鸽子传警告讲和平信息 那他简选他便不走 往西边走 往西边走什么地方 海 结果那神家安排大鱼 大鱼把他屯下去的 所以不当鸽子 就被囤到鱼肚子里头 大家注意要当鸽子 不要跑到那个海里头去 不要往世界跑下去 海就像一个世界嘛 对不对 你往世界跑的话 一定会被囤掉的 那你只要当鸽子 往东边传道理 当时他到底要到哪里去 要到塔斯 要到塔斯 也就是西班牙南边一个城市 塔斯的地方 这是第一个依据 第二个 就是保罗时期 罗马书十五章那边呢 他说我经过你们罗马 然后要到士班牙去 西班牙去 西班牙的地方 分成士班牙 你们先打开来看 保罗说这个地方呢 已经没有我所传的地方了 已经没有我传的地方了 所以如果神愿意的话 我经过你们那里 那是罗马书 就经过罗马书 意大利 然后要到后面的西班牙去 因为这一次呢 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呢 他是在监狱里头写的 也是第一次被软禁在罗马城 他想到罗马 想到西班牙去 为什么 因为在士图时代里面呢 他们常常有句流传的话 就是士图西班一章一八 就是说 但圣灵降与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然后要在耶路撒尼 丢开全地 撒马利亚直到第一集 做什么呢 做我们的见证 不要忘记后面这一句话 前面是讲路线 后面是讲重极点 士图时代他们有一个使命感 要传染真道 因为基督要再来 但是 这个使命点告诉他呢 要传到哪里 传到地极 以西约第一世纪的观念 没有像我们今天呢 六大洲的观念 这么一个完整地球是圆的 那个时候 他们还以为是地球是方的 四四方方的 地极 在他们当时 所拿到的地理资料 就是西边呢 到西班牙的地方 连英国都没有 连英伦山岛都还不在 他们的地图里头 所以我们这边 如果在北部的 你有机会去看 你看淡水 那红毛城里头 它有一些 当时英国 在跑世界贸易的时候 他们画出来的地图 你看起来很有趣 很好笑又很有趣 这边少一块 那边少一块 台湾是化成胖胖的 而且又化成瘦瘦的 那图形去看一下 都很好玩的 都很好玩的 因为他那是做贸易的 那做贸易 他应该要抢地点 所以他赶快租什么地方 租红毛城 做他的领事馆 所以有时候你去那个地方 你要一定要看他的人文 为什么要住这个地方呢 因为这一站 可以看到淡水的港口 古代 不像我们今天打个电报进来 就知道我的船要到了 不是 他靠什么 他这个领事馆 他掌握整个人力啊 所以他一定派一个兵在那边 一看 船只进来了 先看什么地方 看他的船尾 升上来的什么国旗 一定有两根国旗 一个是他国家的国旗 一个是他贸易商的国旗 一看 一照 英纪的船只进来了 英纪 一看 德纪商行的 他马上通知 去叫德纪商行的老板 派人去搬东西 那些苦力在那边等 一听到 船只进来了 赶快搬 搬什么东西 搬茶叶 搬香料 搬衣服 一大堆东西搬进来 是这样来的 他一定拿一个望眼镜在那边看 一看 哦 这个德纪商行的船只进来了 有那个东西 赶快派人去搬吧 他就苦力 这个车子拖去那边搬 到港口去搬 要不然他要在港口那边等 不会的 他就在他们的公司里面等 是这样来的 所以地理上你要占那个位置 一定要占那个位置 保罗他们当时要传道的时候 他们的官员已经到什么 到西方去了 所以保罗他这么说 我要传道里 我就要传到最西方地极的地方 所以呢 他提到 他是西班牙地方 因此呢 我们就知道 在教育世界里头 西方呢 已经到什么地方 到西班牙去了 Spanish去了 这是我们第二个 要给大家知道的 教育世界的 一个范围 第三个 就是 我们现在讲南方 南方到什么地方 南方到埃提阿伯的台阶 这个地方 埃提阿伯 这是使徒行算里面所记载 因为在南方的资料里头 我想应该讲两个 一个 一个 就是 所罗门王的时期 当时来一个 士巴尼王 对不对 圣经里头 说呢 士巴尼王呢 他从南方来 所以在 诺教育世界上那边 主耶稣特别提到这件事情 说将来 审判的时候 士巴尼王呢 要审判你们 为什么 因为他从士巴来到这边 听智慧的话 为了听所罗门王的话 他跑那么远 那西巴 这个士巴呢 是什么地方 也就是 阿拉伯半岛最南端 就是 洪海东北最南端的 雅丁 也就是 叶门 这个国家 叶门早期 十四季的前后呢 第十四季 西元前十四季 因为 索罗门王当王是西元前 九百七十三年 到九百三十三年 从1010年 撒摩带领以色列百姓建国之后 1053年大卫当王 1053年扫罗当王 1013年 都是四十年一次 从1110以后到1053年 这是扫摩时期 1053年以后 每四十年 这是一个王 从扫罗 1053 再减四十年 1013 这是大卫王 再减四十年 973 这是索罗门王 再减四十年 933年 就是当时分裂的王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这个罗门王 四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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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元前十四季 就是索罗门王时期呢 当时在阿拉伯半岛南端 就已经建立了一些小国 当中一个叫四八国 而他们的国家的元首 都是以女的为主 这个跟我们后面要讲的 这个爱提拉伯也是一样 都是以女王为她们的国家元首 叫做敢大鸡 这两个地方正好在维度上来看 都是属于圣经最难的地方 再难就没有记载的 一直都没在记载的 顶多就是地中海的 格里迪克里特岛 其他就没有了 所以圣经就会圣经历史 南方就是这两个地方 四八这我们没有问题 我们从索罗门王的历史 你们可以看得出来 但是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这个埃迪阿伯 早期很多的资料 把埃迪阿伯用英文来看 它写的是以索比亚 对不对 你用英文看它是以索比亚 所以把它认定是 埃及南方的以索比亚 可是后来发现不对 为什么 因为从考古学去发现 因为我们要读圣经史地的时候 一定要读圣经考古学 我们的图书馆 圣经考古学只有一两本 这是余利公所写的 其他就很少了 其实这部分要买很多 圣经考古学 圣经考古学就提到一件事情 在古代初世纪的时候 西文前十世纪的时代 在埃及跟苏丹之间 曾经成立一个 埃及以索比亚王国 也是奴兵王朝 奴兵王朝他们是以女人当国王的 所以他的旁边这些人呢 都是太监 他的财政官是太监 他的行政官是太监 他里面的所有人都是太监 当时呢 这个财政官呢 埃及阿伯太监 那很正确的 所以就把它挪到这边来 因此我们就可以发现 你看一下教权第五页的地方 我们稍微看一下 第五页导述12345 这个电话是特别紧张 有些事情要认为 埃及亚国不是今天的伊索比亚 有没有 他是古代的奴兵王朝 奴兵王朝 一个小国家 这个国家就有鸿海和沙漫世界 沙漫沙漫就是从 埃及它的金字塔往西 埃及金字塔区 极杀区往西 全部都是沙拉拉沙漫 一大片的 一直来到通义西两个地方 沙拉沙漫 那么这么大片的沙漫当中呢 当时建立一个奴兵王朝 所以呢 慢慢的 我们在考证上呢 就发现 它可能就是属这个地区了 因此在西 这个南方呢 一般 教会圣经地理上 就以这两个点做标准 最南方 这样你慢慢就可以建立一个 圣经 就会圣经历史的概念 这是第三部分 至于第四部分 圣经的就会历史的观念 还是来到俄罗斯一带 这个我们都是简单讲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念头写得非常清楚 早期 我们这么有提到 在早期 神创这个热源的时候 看看四条河流 我们刚才看了这个地图 四条河流 这四条河流 有两条消失 基训跟比训 有点河流消失的 你可以看《壮事记》的第二载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一般都认为说 原来看到最北端呢 都在亚拉拉山 到河地区 其实呢 我们在看的时候就发现 现在跟俄罗斯一带是有点关系的 因为在地区结束生死八章里面呢 有提到哥格 马格 这么一个地形 那么这些哥格马格这些整个整体性的地形 在它看起来 也就是在黑海的南岸跟离海之间 黑海的南岸跟离海之间 所以整个旧意识 那还在什么地区里面 一周海 黑海 离海 加上波斯湾 跟红海 五海 四条河流 又花来里河 伊本四河 加上尼诺 跟约旦本四河 五海 四河 是整个最简单的一个中东圣经地理环境里面 那么在北边这边呢 我们这边就给它写得很清楚而已 一起结束里面所提到这几个地方 首先这几个地方呢 那一个马格呢 根据他的原来的文字来看呢 那是属于莫斯科跟他附近的一些地区 当然很准确的 是不太可能的 罗斯啦 罗斯就是后来我们唱的俄罗斯啦 米色啦 莫斯科啊 土巴啦 这是他们当时 用了一些古代的幼稚 而今天呢 圣经把那些古代的幼稚保留下来 也就让我们知道呢 在整个旧世界的历史当中 它的记载呢 带来这么一个范围 这是我们这个小学里面呢 可以给大家注意到的 所以东边 我们接下来讲 尼亚的地道 印度也可以 尼亚的地道 西亚的西琴也可以 不要想中国 西琴 中国的西方的琴 西琴带 西方到 塔斯西班牙也是有两个依据 一个就是根据 越南逃走的时候 他是被到塔斯去 塔斯就是西班牙南边的一个城市 这个地方呢 听说猫云很新生 金陵铜铁很多 以金陵铜铁的产量为出名 南方就是有两个 爱比亚果太监 跟钢石来见索了我们的四八女王 西八 就是整个南方最南方的地方 北方就是到黑亚一带 黑亚一带的罗斯米测土八 那这些呢 我们都没办法说很详细跟你讲 因为这里面牵涉到一些考古的问题 它里面说你基本上 那我们在上神经史记的时候 这概念上面 你就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就好了 原来旧约的世界 从整个创世纪的一章到第十章为止 它的重点放在整个人类上古时代的一个演变 对人类的发展 那当然是二世主把你为一个前后的切冠 前面是上古时代 后面呢 就进入一个洪水后的时代 洪水后的时代 也就是所谓的八边塔时代 这个时期呢 人类的智慧已经非常高 所以呢 可以见到八边塔 那这个时期一过去以后 这是《创世纪十二章》开始 西元2091年到1991年这个时间 开始神经去养伯拉罕 就进入旧约世界 那么旧约世界 从《创世纪十二章》以后 一直写到新约 整个这么一个范围里头 它到底涵盖多大的范围 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 东到西秦 西到Svelich 北到俄罗斯的图巴尼圣 南到 这个农亚王朝的 伊索比亚 阿伊亚国太监 行就整个圣经的范围呢 就把它界定在这范围里头 所以如果这么一个界定的话 我们教会所写的 我个人所写的这个范围 就比其他外教会的 他们所写的这些作品呢 那范围就大了将近四分之一的范围 往西延伸到西秦的时候 就增加大约四分之一的版图 就是旧一世界 但是这些地方呢 如果先知能够提到的 就表示什么 表示已经有人到那边去了 不像我们今天你从相片 你从数位相机里头 你从E-mail里头 你可以看到这些地方 你没有去美国 可是你可以把美国抢的经历 因为你资料很多嘛 只要我抽盖的话 就盖了一大堆嘛 对不对 人家不晓得你去过没有 可是古代没有啊 古代是依据什么 依据很多的口传过来的 你这些商人到那边去做生意 回来之后 可以说那边多好多好 所以才有很专门的 原朝的马可波罗东游记 这些是为什么 因为它没有那个资料 没有那些相片可以看到的 都是在那边引进来 看到这些东西 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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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所以我们就知道呢 早期因为有这些贸易来往 跟东西之间的关系 所以才能够新闻 这么一个范围出来 跟交通都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从旧约的历史当中 一直到新约为主 往附近去 你可以大概想象得出来说 原来旧约的世界 或是圣经的世界 就是讲这么一点 那这一部分呢 就是我们往后要讲的 那种一个前沿 因为你这个范围你知道了 大概发生的地点 我们就要慢慢一个一个抓出来的 所以刚刚第一节就讲过了 先把大的范围讲完了 位置放好了 接着第二个范围 就位世界了 那我们就位世界 发生了很多历史 对不对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至少你要知道 台湾发生历史在什么地方 什么意义 而我们这个 以人人角度来讲的 又不一样 因为人人角度就是把它的文化 放进我们的信仰当中 不是只有跟你讲 介绍地理 讲以色谷的地理很简单 再来就要讲方法 第一讲一讲就结束了 可是我们必须把人都放进去 跟我们讲到底有什么关系 跟我们信仰有什么关系 跟我们灵修有什么关系 一个一个放进去 你就会发现 哦原来 神的想法是这样的 我们在学生学到 神想什么 我们就去这样学他 而不是说我想想什么 我要做什么 不是这样的 神给我们什么观念 神给我们了解到什么程度 我是能接受的 这也是我在圣经世界学习上 一直走的路线 不要想我要学什么东西 我随便抓一个点 跟你讲一道对考古 有没有意思呢 没有意思 只能跟你说 哦神传道你学问很好 顶多是这样啊 那跟信仰没有关系啊 但是我如果把它套进去 神给我们的观念 那你就知道 哦原来神这样做 目的在哪里 举个例子 今天神为什么要把方舟 放在雅拉拉山 哦不把它安置在 安置在喜马拉雅山 原来在哪里 你就知道啊 第一个你放在喜马拉雅山 那这个家庭 没有被洪水淹死 也被冰冻死的 对不对 一定冻死的嘛 第二个原来神把结果什么 早就放在什么 放在两河流域的 他不放在其他地方 放在两河流域的 那为什么要放在其他地方 卖个关子 等到讲应许之地就讲到了 为什么神检选应许之地 不检选我们台湾 不检选美洲 不检选其他更好的地方 不要以为 家人的地很漂亮很好啊 你去才去看了才知道 哼 怎么这个样子呢 所以我建议的时候 如果是观光的话 你不要跑到耶路撒冷去 你不要跑到以色列国去 那边是查考的地方 不是观光的地方 你要观光的话 你跑到你西南 澳洲 美国 欧洲更漂亮 观念 观念就不一样了 好 那我们就用这么一点课程 给大家做一个研究 所以往后 我们要的就是进入到第17月 慢慢的要来介绍 整个就业世界的环境 给大家认识 也是你们准备 打开第15月以后 只要写的 那我们现在休息几分钟 一起莫道 谢谢大家 我突然想做个研究 有的时候 你来了